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 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 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稍后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 在人民大会堂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天的演播室里我们请来了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研究所所长 朱松岭教授与我们共同来关注此次大会的情况 欢迎您 好 那么稍后今年大会就将正式开始 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人民大会堂采访的本台记者刚强 刚强你好 端端你好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主要程序 和目前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 端端 我先来带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大会会场的布置 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 在主席台的上方悬跨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 同时1866-2016的字样也是非常的醒目 而目前在整个会场内还正在播放孙中山先生的纪录片 而与会人员基本上都已经就座了 今天大会将会在上午十点整正式开始 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将主持今天的大会 在大会开始的时候将会奏唱国歌 然后习近平总书记将发表重要讲话 另外出席今天大会的还有中央政治局的各位常委同志 在京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的主要负责同志 同时还有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及五党派人士代表等等 三千多人 从这样一个规模 我们也看出今天的纪念大会会非常的盲重 而且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三千多人当中 有孙中山先生的亲属十一人 而在大会正式开始之前 习近平总书记将在大会堂内 亲切地接见孙中山先生的亲属 和海外来宾的代表 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同时将由五位孙中山先生的亲属 在大会开始之后 被安排在主席台上就座 可以说这样一种安排 也体现出了对他们的尊重 因为今天在现场是有海外来宾的 所以大会的会晤 也特别准备了同声传译的装置 提供英语和法语的服务 可以说各方面的考虑 还是相当的周到的 其实说到关于举办这次纪念活动的决定 早在去年的11月8号 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上 就已经正式通过了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全国政协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而举办纪念活动的目的 就是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 为民族独立 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 而建立的不朽功勋 弘扬他的精神和品德 激励广大的海内外的中华儿女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继续团结奋斗 其实在前不久 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 孙中山先生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而现在这个理想展现出了 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也是我们今天隆重地纪念 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所在 端端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刚强在人民大会堂 现场的报道和观察 好的 朱教授 我们看到在会场主席台的正中央 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那么可以说这张图像 海内外的中华儿女都是非常的熟悉 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在重大节日的时候 我们在天安门广场都能够看到这幅肖像 那么可以说一直在纪念和缅怀着孙中山先生 如今诞辰150周年了 孙中山先生提到他 我们都会说是伟大的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爱国者 还有民族英雄等等 您觉得孙中山先生他哪些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后人来缅怀和铭记的呢 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先生 刚才也提到了 中山先生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 而且他是以天下为公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去践行他 但一生他一直在探索整个中华民族振兴的这样一条道路 应该说整个中国的近代史是一个在改良和革命之间震荡的一个历史 那么周山先生早年的时候 他是奉献一种改良的思想 然后后来发现改良不合适 不成功 后来又走向革命 然后不断地在中间探索 这样一种舍己为国舍己为了民族的这样一种精神 您应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所以习总书记也特别是提到了振兴中华这个口号 另外还有天下为公这个口号也是非常的响亮 也为世人所知 在天下为公这方面 我们应该学习到孙中山先生的哪些他的思想 我想对于中山先生来讲 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都贡献给了中华民族 贡献给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复兴 那么从他早年的时候 在海外的这样一种求索的生涯 就开始探索到底应该怎么样 把自己的一生投放到民族的振兴过程当中去 那么后来又不断地在探索 不断地把所有的东西该舍弃掉的自己的所有东西该舍弃掉的舍弃掉 然后把所有的能奉献出来的东西奉献出来 那么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一个他不仅仅是这样去思考 而且还是这样去具体地去构建整个中国的这样一套政治制度 比如说他在思考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那么他就在想不要单纯地去按照西方的道路去走 而是应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 那么这些种种的一些方面里边都可以看出来 他把整个身心全部投放到了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振兴上去了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说也要向西方来进行学习 这个后世也是经常评价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在当时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是的 因为中山先生的经历本身就是他早年在海外有一段求学的经历 而且他的外语非常的好 视野打得非常的开 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 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整个近代历史上领导人 包括很多人这个视野上打不开 对于海外的这个问题 对于全球的这个审时度势 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撤走了中国的发展 而中山先生则是其中非常例外的一个例子 因为他本人具有海内海外的生活的经历 而且对于很多方面有一个全面的思考 所以他认识到了中国本身的优势 也意识到了西方它的优点和缺点 认识到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没有走出去 是因为在自己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 所以说认识到这一点之后 他一直提出来要把国内国外的资源结合起来 要走出去 要开放出去 要把这个心胸打开 要把理念打开 要学习西方 要把中西方结合起来 这样的种种的理念 应该说对于这个后来的整个中国的发展 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标性的一个意义 我们看到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呢 我们这个也是在中山先生这个思想的这个基础之上 不断的这个解放思想 不断的往前前进 不断的探索 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地形成了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对外开放 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基本的路线 而且这些年 中山先生的思想都是有贡献的 是是是 而因为他是这个 在这个早期的时候是有探索 那么以后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块 就在探索的道路上 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然后进一步的落实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说他的这个功劳是功不可没 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山先生非常重要的三方面的精神方面的遗产 比方说您提到的这个真心中华的口号 还有天下为公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向西方来学习 那您现在能不能简单地给我们回顾一下中山先生这一生 您觉得他非常伟大的历史功勋都有哪些呢 我想首先一点呢 就是这个推翻地制 造造共和 这个是中国历史上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那么在这里面呢 是他是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这也是呢 这个大家都公认的一点 那么就是作为一个共和的造造者 革命的先行者 他开了中国风气之先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讲 那么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人物 首先举起了反地反封建 是是是是这样 包括推翻三座大山呀等等 这样一些 他提出了一些愿望 后来我们去帮他这个实现了 后来他没有实现得了的一些东西 我们帮他实现了 第二点呢就是 他一直在探索整个中国的这个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道路 就是说他自己啊 创造了一个这个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思想和这个制度体系 这个呢本身呢就是不迷信于外国 而且呢也不迷信于西方的那样一种民主制度 所以他就考虑到在中国这种情况下 应该如何探索适合我们自己发展道路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他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的这个探索者 这个而且也是个实践者 那么后来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呢 我们慢慢慢慢地这个 在这个道路的基础之上 继续地往前走 慢慢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我们看到呢 现在取得了丰硕的一个成果 中国现在屹立在这个实践民族制领 这个呢应该说中山先生也是功不可没 再一点啊 这个中山先生一直到这个临终的时候 一直在讲这个和平 这个奋斗这个救中国的这样一种 统一救中国的这样一种这个状况 这个一个愿望 他们认识到啊 这个革命尚未成功 这个同志仍需努力 就提出来国家是一定要统一的 这个民族是一定要团结的 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才能够这个振兴中华 才能够使得中国富强起来 才能够改变历史上那一段时间里边 积贫积弱的这样一种状况 使得中国越来越走向一个繁荣富强 恢复四千年这个繁荣伟大之祖国 而且呢毛人民之福祉 所以他这个一生当中啊 应该说功绩是非常多的 简要说出来呢 我想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么基点 那么如果说再仔细地去分的话 那里边的问题是非常多 因为中山先生一生的住宿非常多 而且一生啊 一直都在忙于革命的这样的一种实践 国家建设的一种实践 包括理论的提升等等 诸多方面 所以说今天纪念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 而且现在看来孙中山先生当时提出的这些理论和思想是相当的先进 而且的确是也当时适合中国的国情 那么我们看到孙中山先生他还格外提出来了一点 就是说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同时也要重视精神文明 那么这一点来看放到现在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您觉得结合我们现在的社会来看 同时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和谐发展 是不是也有非常重要的这样指导或者是说建设的作用呢 是这样 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 这个孙中山先生这一生 他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震荡 最终选择了革命的这条道路 希望最终使中国走得越来越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认识到单纯只建设物质这一块是不行的 因为早期的时候那批洋务运动的这样一批人 想的就是只要是把这个奸船利炮的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富强问题就解决了 后来发现不成 然后后来他在这个整个救国救民的过程当中 想工业救国想实业救国 后来发现也不成 有很多问题还要在脑袋里边来解决 也就是说要在精神文明的层次里边来解决 要在这个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 把精神文明也提上去 要使中国人的理念 在这个世界民族的这个理念里边 当然一看刮目相看 这个能够引领时代的一个潮流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周深先生对于这个中国的 对于这个外国的这样一种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他也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考察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就提出来 中国应该吸收中外的这样一种文明的成果 把自己的这个文明建设起来 所以这块这个成果是非常丰硕的 总体上来讲他这个全面发展这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这样一种思想 在他的三民主义里边是有明确的一个体现的 那就是民族民权民生 那么这几块的东西都体现出了这一点 好那么现在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请导播把信号切到直播的现场 我们请导播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来宾 同志们 朋友们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 现在开始 请全体起立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坐下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克强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同志 出席大会的还有 在京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 以及在京常委 五党派人士代表 全国人大在京常委及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在京常委 及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民族宗教界和社会团体代表 外国驻华使节 孙中山先生亲属代表 香港 澳门 台湾有关人士代表 及海外来宾 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解放军 武警官兵代表等 现在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同志 发表重要讲话 感谢观看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缅怀他 为民族独立 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求功勋 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 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一生以革命为己任 立志救国救民 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标本史册的贡献 时代造就伟大人物 伟大人物又影响时代 一百五十年前 孙中山先生出生之时 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 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 战乱平发 民生凋敝 中华民族陷入内游外患的灾难深渊 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中华民族从未屈服 无数人人致逝 前赴后继 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进行可歌可泣的抗争 孙中山先生 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年轻时代 孙中山先生 目睹山河破碎 生灵涂炭 誓言 急整私民于水火 窃服大厦之将寝 高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 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 他创立 姓中会 同盟会 提出 民族 民权 民生的 三民主义 积极传播革命思想 广泛联合革命力量 连续发动 武装起义 为推进民主革命 四处奔走 大声计呼 1911年 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 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取得成功 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统治中国 几千年的 君主专制制度 由于历史进程 和社会条件的制约 辛亥革命 虽然没有改变 旧中国 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也没有改变 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没有完成实现 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但开创了 完全意义上的 近代 民族 民主革命 打开了中国 进步闸门 传播了民主 共和理念 极大推动了 中华民族思想解放 以巨大的震撼力 和影响力 推动了 中国社会变革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 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 而且在于他 为了实现革命理想 与时俱进 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 和斗争方略 毫不妥协 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 各种势力 进行斗争 他坚决反对 军阀分裂格局 坚定维护 民主共和制度 和国家完整统一 十月革命爆发后 马克思电影主义传入中国 为孙中山先生认识世界 和中国打开了新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孙中山先生 同中国共产党人 真诚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 把旧三民主义 发展为新三民主义 实行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三大政策 改组中国国民党 推动北伐战争取得胜利 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 把三民主义纲领 统一战线政策 艰苦奋斗精神 并成为孙中山先生 留给我们的最中心 最本质 最伟大的遗产 是对于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贡献 孙中山先生 为当时中国的 鸡贫鸡弱 痛心忌守 第一个响亮地喊出 振兴中华的口号 他认为 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 他坚信 革命成功以后 经过全民族努力 中国一定能够迎头赶上 世界先进国家 他满怀豪情地说 一旦 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 得以实现 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 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 整个人类 也将得以共享 更为光明的前景 孙中山先生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做出了极出贡献 在中国人民心中 享有崇高威望 受到全体中华儿女敬养 今天 缅怀孙中山先生 建立的历史功训 缅怀孙中山先生 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 我们心中 充满着深深的崇敬之情 同志们 朋友们 中国共产党人 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 最坚定的支持者 最忠诚的合作者 最忠实的继承者 在他生前 中国共产党人 坚定支持 孙中山先生的事业 在他身后 中国共产党人 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一致 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 英勇奋斗 继续前进 付出巨大牺牲 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 未经事业 取得了新民族主义革命胜利 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现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 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人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继续奋斗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新中国成立67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人民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 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事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有信心 有能力 实现这个目标 同志们 朋友们 我们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 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 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 可以调动的因素 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 而继续奋斗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 热爱祖国 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 孙中山先生最大的特点 是热爱祖国 一生追求实现 民族独立和发展振兴的理想 对此始至不宜 无比坚定 孙中山先生说 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要知道 怎么样爱国 他总是以 爱国若命 一生一息尚存 不忘救国 等鞭策自己 孙中山先生具有高度的 民族自尊和民族自信 不尼谷 不守旧 不崇洋 不媚外 强调 中国的社会 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 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 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 发展之权 操之在我则存 操之在人则亡 他从坎坷人生经历 和长期斗争实践中 得出一个道理 就是改造中国 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我们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能够一步一趋 走别人的道路 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 也没有一种 一成不变的道路 可以引导所有民族 实现发展振兴 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 都是找到了 适合自己实际的 道路的民族 今天 我们要开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 必须大力弘扬 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坚信中华民族 有能力 走出一条成功的复兴之路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 是现实的 在当代中国 弘扬爱国主义 就必须深刻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长期坚持 不可动摇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开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必须长期坚持 不可动摇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 中国大地 借鉴人类文明 优秀成果 独立自主实现 国家发展的 大正方针 必须长期坚持 不可动摇 我们要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坚定不移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守护好 建设好 我们伟大的国家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 天下为公 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孙中山先生 有着深厚的为民情怀 一生坚持 以天下为公 为最高思想境界 致力于 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 替人民谋幸福 对此始至不宜 无比坚定 孙中山先生 深知人民是最伟大的力量 强调 强调 要实现革命的目的 必须唤起民众 他关心民众忌苦 强调 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 民生为社会 准化的重心 人民所做不到的 我们要替他们去做 人民没有权力的 我们要替他们去争 他尊重告诫 大家 要立心做大事 不要立心做大官 孙中山先生 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是他追求真理 始至革命的力量源泉 是他奋斗不息 永不延弃的深厚基础 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 都必须从人民中 找到根基 从人民中 积居力量 由人民 共同来完成 违背人民意愿 脱离人民支持 任何事业都会成为 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都是不能成功的 今天 要开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新局面 我们党 就必须始终 把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作为根本宗旨 始终把人民拥护和支持 作为力量源泉 坚持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我们要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永远保持 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永远同人民 站在一起 推动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 更公平 汇集全体人民 汇集全体人民 朝着实现 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目标 不断迈进 把十三亿多中国人民 把十三亿多中国人民 凝聚成为 推动中华民族发展 壮大的 磅礴力量 我们要学习 孙中山先生 追求真理 与时俱进的 优秀品质 孙中山先生 眼界宽广 胸襟开阔 一生追求真理 坚持真理 对此始至不宜 无比坚定 世界上没有 先知先觉的人物 孙中山先生 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为座右鸣 善于从实践中学习 包括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习 因而能够 视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 他说 我一生的嗜好 除了革命外 只有好读书 我一天不读书 便不能生活 他从不停止探索前进的步伐 从不拒绝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他总是内审 他总是内审 中国之情势 外查世界之潮流 坚收众常 意以新创 努力赶上时代潮流 无论是从社会改良主义者 转变为坚定的民主革命者 还是把旧三民主义 发展成新三民主义 都体现了他敢于突破局限 不断自我革新的可贵精神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跟不上的人 必将成为落伍者 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历史只会眷顾 坚定者 奋进者 搏击者 而不会等待 犹豫者 懈怠者 为难者 今天 我们要开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 就必须 树立宏大历史事业 把握世界发展大势 聆听时代声音 勇于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 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 以及 其他各方面创新 在时代前进的洪流中 书写中华民族发展的新篇章 我们要学习孙中山先生 坚忍不拔 百折不扰的 奋斗精神 孙中山先生 致力 国民革命 凡四十年 一生坚持 武智所向 一往无前 遇错遇愤 再接再历 对此 使之不疑 无比坚定 孙中山先生说 以五人 数十年 必死之生命 立国家亿万年 不死之根基 其价值之重 可知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 屡经挫折 背偿艰辛 但为了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 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 他从不因失败而灰辛 也从不因困难而退缩 坚信 五心信其可行 则遗山填海之难 终有成功之日 五心信其不可行 则反掌折之之意 亦无收效之欺也 坚信 只要精神贯注 猛力向前 应呼世界进步之潮流 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 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任何外来的威胁 内部分裂 暂时失败 都不能动摇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意志 直到卧病 弥留之际 他念念不忘了 仍是和平 奋斗 救中国 孙中山先生 以毕生奋斗 践行了他的誓言 表现出一个 伟大革命者的 英雄气概 和执着追求 伟大的事业 之所以伟大 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 宏大的 而且因为这种事业 不是一帆风顺 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 不仅因为这样的人物 为人民 为民族 为人类 建立了 建立了丰功伟绩 而且因为这样的人物 在艰苦 魔力中 铸就了 坚强意志 和高尚人格 今天 我们要开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 就必须冷静审视 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 全面把握 兼具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进行长期不屑的 艰苦努力 什么时候 都不要想象 可以敲锣打鼓 顺顺当当地实现 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要把责任 扛在肩上 时刻准备应对 重大挑战 抵御 重大风险 克服 重大阻力 解决 重大矛盾 以不畏艰险 攻坚克难的勇气 以昂扬向上 奋发有为的锐气 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事业 伟大复兴事业 推向前进 同志们 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 始终坚定 始终坚定 维护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 旗帜鲜明反对 一切分裂国家 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 孙中山先生说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 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 正是这种意识 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 而被保存下来 他强调 统一 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能够统一 中国人民便享福 不能统一 便要受害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 确保国家完整 不被分裂 维护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 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意志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两岸同胞 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兄弟 两岸是隔舍不断的 命运共同体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是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九二共识的 共同政治基础 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增进同胞福祉和亲情 台湾任何党派 团体 个人 无论过去主张过什么 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认同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 我们都愿意 同期交往 两岸同胞 前途命运 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命不可分 两岸同胞 以及海内外全体中华人女 要携起手来 共同反对 台独分裂势力 共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努力 共同创造所有中国人的幸福生活 和美好未来 近代以来 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 国破山河岁 同胞 遭蹂躏的悲惨历史 所有中华儿女对此刻骨铭心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 是我们对历史和人民的 庄严承诺 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 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同志们 朋友们 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 孙中山先生 逼生奋斗 就是期盼中国成为 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 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 中国人民 成为世界上顶幸福的人民 孙中山先生希望 发扬五顾有之文化 且吸收世界之文化 而光大之 以期于住民族 并趋于世界 孙中山先生 在从事紧张的革命活动的过程中 一直思考着建设中国的问题 1917年到1919年 他写出建国方略一书 构想了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其中提出要修建 约16万公里的铁路 把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来 修建160万公里的公路 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 并进入青藏高原 开凿和整修全国水道和运河 建设三峡大坝 发展内核交通和水利 电力事业 在中国北部 中部 南部 沿海 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大力发展农业 制造业 矿业 等等 孙中山先生 播化的这个蓝图 显示了他 对中国发展的 卓越见解 和强烈期盼 当时 有的外国记者认为 孙中山先生的这些设想 完全是一个空想 是不可能实现的 的确 在旧中国的 政治 经济 社会条件下 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宏大构想 是难以实现 今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全国人民 各族人民 顽强奋斗下 孙中山先生 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 早已实现 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 远远超出了 孙中山先生的设想 祖国大地上 铁路进青藏 公路密城网 高辖出平湖 港口连五阳 铁路进青藏 产业门类齐 道卖遍地乡 神州 熬太空 国防 更坚强 孙中山先生 致力于建设的独立 民主 富强的国家 早已 危然屹立在 世界东方 实践 充分说明 只要道路正确 理论正确 制度正确 文化正确 只要坚定不移 坚韧不拔 坚持不懈 艰苦奋斗 朝着伟大目标 持之以恒前进 风雨如盘不动摇 我们的目标 就能够达到 我们的目标 也一定能够达到 九十二年前 孙中山先生这样表述 他对中华民族的期盼 中国如果强盛起来 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 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 六十年前 毛泽东同志 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九十周年时指出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 有较大的贡献 三十年前 邓小平同志说 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 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 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 可以尽更多的力量 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中国人民 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 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 希望各国人民 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我们要推动构建以合作 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利益共同体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共同创造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 五千多年来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 已经为人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未来岁月里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也必将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 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当年说 以四百兆苍生之重 数万里土地之饶 应可发愤为雄 无敌于天下 文愿驻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 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孙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仍然嘱咐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实现中国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很多困难和风险 要去战胜 我呼吁 所有敬仰 孙中山先生的中华儿女 包括 大陆同胞 港澳同胞 台湾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 无论党派信仰 无论身在何处 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把握历史机遇 担当历史责任 把孙中山先生等 一切革命先辈 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把近代以来 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 继续推向前进 谢谢 刚才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切缅怀了 孙中山先生 为民族独立 社会进步 人民幸福 而不懈奋斗的 光辉一生 高度评价了 孙中山先生 领导近代 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 不朽功勋 回顾总结了 中国共产党继承 孙中山先生一致 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英勇奋斗的艰辛历程 和伟大成就 深刻阐明了 全体中华儿女 共同致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使命 郑重重申了 维护祖国统一的 严正立场和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我们纪念孙中山先生 就是要学习他热爱祖国 现身理想的崇高风范 学习他天下为公 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 学习他追求真理 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 学习他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我们要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凝聚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同志们 朋友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散会 好的 观众朋友 刚才您收看的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现在大会已经结束 我们继续请养博士里的嘉宾朱教授 为我们来关注大会的盛况 刚才我们看到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关于总书记的讲话 您有什么感受呢 我想总书记这篇讲话 是高屋见脸的总结了中山先生的一生 提出了共产党才是中山先生的最忠实的继承人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中山先生 一生当中提出来的很多 自己一生也没有实现得了的奋斗目标 总书记在这篇讲话里面明确提出来了 海峡两岸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团结 要奋斗 要救中国 要一起在民族复兴的这样一个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是 我看到总书记专门提到说 孙中山先生他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热爱祖国 而且说中国是统一的 这个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的遗产 是 它也是一个标识性的一个符号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遗产 一直会指引着整个全球的中华儿女 共同地去奋斗 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去奉献一切 那么我觉得通过总书记的讲话 我好像是能够更加理解了孙中山先生的精神 对于现代社会的建设的一些的重要性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在这方面 我想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代代相传的 那么是有很多的革命的先行者 民族英雄们在前面探索 那么都是在他们经验的基础之上 后人在不断地进行总结 在实践 然后不断地实现这些目标 总书记也提到了 现在是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 在历史上是最近的一个时期 也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期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舞台上 发展的最强盛的一个时期 那么未来我们屹立于世界强国之灵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 而是一个处之可及的目标 总书记也是提到了 说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夙愿 就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 那么中国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可以说目前的盛况可以来告慰孙中山先生 那么关于两岸发展方面 总书记也是专门做出了阐述 对此您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想刚才总书记用非常斩钉截铁的几个绝部 明确提出来了反分裂的这样的一个 跟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这种绝部妥协的这种态度 展现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一个自信 那么这里面包括实力的自信 制度的自信 理论的自信 以及诸多方面的自信 我们相信在习总书记的 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的领导之下 中华民族会在这个目标上会走得越来越近 为这个国家统一这个目标 我们也会越来越接近 我们这个目标接近了 那么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中国梦 实现的这个目标也就越来越近 是 正如总书记 其实在讲话中不止一次提到 孙中山先生那句著名的话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从中能够看出两岸同胞共同的努力 好 非常感谢朱教授今天来到演播室 与我们共同关注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 好 感谢您 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一期特别节目 我们一会儿中国新闻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